美国越来越说不起了 布林肯的参桌论暴露了一切 别人可以不作弊 但是美国不能不作弊 大家好 我是马超 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会 关于奥运会 国内的很多人一直都认为 说美西方国家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不注重金牌 他们只是热爱比赛本身 喜欢突破自己 但是随着巴黎奥运会持续进行 我们显然会发现实时并不是这样的 他们也会因为获得金牌而欢呼雀跃 也会因为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 而饱头痛苦 更有胜者是为了获胜 而不惜动用不公平的手段 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了 早在奥运会开幕之前 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就长臂管辖 要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重新调查当初中国运动员 因为食物污染被检测出阳性的事情 美国自己的运动员阳了 就说是食物污染 不能进行处罚 十分的双标 那么在接受兴奋剂检测方面 美国运动员被检测的次数也是最少的 而中国运动员多惊了 很多美国人就阴阳怪气 一些美国媒体甚至是打肆炒作 那么最近更是公开出现了 强掌牌的一幕 起因是女子自由操比赛 罗马尼亚选手本来已经获得了第三了 结果呢 美国队一申诉 就把罗马尼亚选手的这个铜牌给挤掉了 可怜的罗马尼亚小姑娘本来国旗都举起来了 看到分数变化就直接痛哭 那美国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舒不起了呢 其实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啊 美国人其实一直都是舒不起的 比如在俄乌冲突里面 美国即使被爆出在背地里面 偷偷的进口俄罗斯的能源 但是表面上却积极的强调 自己对俄罗斯实施了十分严格的制裁 长河6号返回之后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还要中国展现大国风度 分享月染 美国这个时候就不提这个沃尔夫条款了 那么当初对中国爱搭不理 发现自己高看不起了 又开始展现自己的后脸皮 类似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啊 我们就不一一例举了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一直都是这副模样呢 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曾经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在国际体系里面 如果你不坐在餐桌旁 就会出现在菜单上 那有细心的网友还发现啊 当初北京冬奥会开幕的前夕 布林肯再次无端攻击冬奥会举办 炒作涉拔议题的时候呢 也说了类似的话 他声称啊 美西方会全方位采取措施 有效应对中国 包括呢拉拢盟友 以同一方式来应对 那么保证美国有能力应对中国 再一次坐在餐桌旁 用大白话来讲 布林肯的言论就是很现实的一个丛林法则了 他认为美国如果不能吃掉中国 那么就会被中国吃掉 自己不作弊 别人就会作弊 那么但是事实上 中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完全不同 中国更注重于自身的发展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与世无争 回顾历史中国也从来没有主动发起过战争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美国之所以没有安全感 那估计和自己的建国历史是有关的 毕竟美国是一个靠种族灭绝建国 并且靠种族歧视立国的国家 美国只能靠经验投射来理解他国 他们无法理解认知以外的事情 总是带着一股恶意去揣摩别人 好了本期节目的话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奥运界玩儿们 继续在巴黎斩获更多的讲牌 开创更多的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